密藏这个有更深一层的意思 那就是什么 宇宙 或者我们加两个词 宇宙的奥秘 就是佛经上讲的密藏 其实宇宙有没有奥秘 没有 用佛教的名词来说 宇宙的提象作用 华严经讲的提象用 都摆在我们面前 密在哪里呢 就像谭经里面 慧能大师所说的 这个话 是惠民 没出家之前 四平将军 慧能得了一搏 就逃走了 被他追到了 追到之后 慧能大师无可奈何 就把一搏摆在石头上 他自己藏起来 慧能看到一搏很欢喜 总是把这一搏夺回来了 结果 居然四平将军 这个一搏他提不动 他心里明白了 这个人 还是友善跟聪明 他马上就知道了 这个不识 一般的事情 一搏本来没有好重 为什么就提不动 立刻就忏悔 我不应该为一搏 就请慧能大师出来 我不是为一搏 我是为求法而来 回能大师就出来了 跟他说法 他开悟了 他问能大师 还有秘密吗 能大师回答一句话 秘在如边 这个秘在你不在外 这就是慈地将秘藏的意思 宇宙之间的体相用 就在你面前 这就是秘 你说的神秘可以 你说秘藏可以 你说奥秘可以 都能够这样讲法 为什么呢 在你面前你不认识 为什么不认识 你没放下了 你有障碍 这个障碍是 齐心动念 分别之处 你只要有这些东西 你就见不到自己 你把这个东西 统统放下了 你就明心见心 在佛法家 尽心成佛 所以 能大师这句话 说得好啊 不能说没有 是你自己见不到 换一句话 是慧能大师 见到的 明心见心的人 全见到了 在中国 这两千年来 佛教最初穿到中国 公年六十七年 到二零六七年 满两千年 在中国 明心健心的人 有多少人 我们最保守的估计 应该超过三千人 不能说这个东西 是假的 这么多人 都见到了 斯蒂加尼米藏 都见到了 那这就不是假的 发生 有没有说呢 发生所现的一切现象 宇宙之间 所有一切的音声 都在演说 现象在表演 音声在说话 只是我们自己 听不到 也看不到 我们的音 耳 有了问题 这个现在科学家证明了 我们能见的光度 很有限 比这个波长的 我们见不到 光波 比我们能见光波 短的也看不到 比我们能见 长波跟短波 无量无别难 我们只看到 缝隙里面的一点点 耳朵的能量 一如是 我们听的声波 这个音波 比我们能听的高 我们听不到 比这个低的 也听不到 所以佛法里面讲 天也 佛的天也 没障碍 也就是 他们的 奇心动念 分别 知者全放下了 宇宙之间 任何音声 他能听到 任何一种光波 他都能见到 他们有障碍 所以天也 通达 无碍 这才见到 整个宇宙的真相 我们所见的 有篇 非常自小 非常有限 这是知识 智慧 没有限量 智慧 能解决 一些问题 知识走到 知识 所能解决的问题 后头还带 一大堆的 后遗症 东方 圣贤 教育 他求的是 智慧 西方人 求的是 知识 不一样 那么东方 世世代代 有神仙出现 我们这个时代 没有了 可以说 最近 一百年 往上推 能够推到 两百年 神仙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了 用一句 最简单的话来说 放得下的人 没有了 谁肯放下的 大臣教里面 告诉我们 放下 就是 不难 难在你 不肯放下 不肯放下的 原因是什么 你对 宇宙 人生 真相 了解 太少 迷得太深 迷的时间 太长 所以 很难 回头 那么最近 这两百年来 佛法的教学 呈现的是 摔项 年轻人 艳魅的 祥王 科学技术 把这个东西 缩和 科学技术的发展 可以毁灭地球 人 有这种能力 没有办法拯救 但是智慧 有办法 那么现在的人 不相信 不相信 神一贤就不出事 不出事是慈悲 他要出事 你们不相信他 毁谤他 糟蹋他 说他是迷信 说他是邪教 那这个罪很重啊 这个罪通通都是 无间地狱的罪 所以佛不出现在 这个世界 免得大家早已 由此可止 佛出现在世界 大慈大悲 他不出现在 这个世界 还是大慈大悲 真诚 慈悲到极处啊 这是密藏里头 神一层的意思 慈难大死 密在如边 这句话是头了 说明佛法没有秘密 佛法也没有神秘 都摆在你面前 只是你自己 见不到 听不到 体会不到 如是而已 只要你把心静下来 把你的思虑 妄想 烦恼 习气 放下 渐渐 你就能入境界了 你就能体会到了 这叫做密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